Hello,我是Ivan So 今天會講的是關於SEO的事情 很多人都會有一些錯誤 覺得網站要保持不停有很多新的內容 才可以令SEO提升 我半年前做了一個網來做測試 網叫WP101.hk WP即是Wedpress WP101即是初學者的意思 裡面有三篇文章 分別是說 香港WP用家喜歡什麼 和Theme 如何提升Google的Pay Speed 另外 這個提升是半年前的 所以不是現在Google的Pay Speed 已經是Version 3 叫Lighthouse 半年前還沒出現 十分鐘才能提升 第三個就是 如何拿出免費流量 整個網站只有三篇內容 我按下其中一篇內容 我看看有幾個字 總共有五千個字 我拉下去給你看 給你感受一下 感覺和長短 你會看到幾多內容 當然不是一次過寫完 分了幾次寫 想說的是 既然是這篇文章 寫的日期是半年前 2018年 11月27日 究竟這篇文章 在搜尋器 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Domain 是一個新的Domain 通常新的Domain是要幾個月 三四個月到九個月 才搜尋器 會完全搜尋內容 需要一些時間 新的Domain是要時間 我現在正在顯示 我這個Domain 的Google Analytics 我想顯示的就是 我的流量裡面 的 Organic Traffics 你會看到我的 Organic Traffics 這裏 Organic Traffics 我將它 因為我是去年11月 12月 才開始 所以你會看到 流量在之前沒有 我選擇的時間 由一年前到現在 你看到 我整個網 由去年的年尾到現在 都只有三篇文章 沒有加過 沒有改過 但你會看到 從頭到尾 我都只有三篇文章 在十月尾開始 十月尾開始 所以你會看到 由去年11月 當然沒有流量 或者我用月來看 可能會更容易 你會看到 四月尾 因為五月尾 還未完 所以你會看到 數據好像有點怪 同樣都是三篇文章 在十月尾開始 十一月 已經有二十八個 SEO 不高 十二月有五十一個 一月就有 一百零三個 是SEO 然後二月一百六十九個 然後三月 去到上一個月 四月 整個四月 有三百五十四個流量 就是經SEO 但從頭到尾 都是只有三篇文章 而這三篇文章 都是半年前 沒有再添加 過夜 都沒有再更改 因為如果更改 我會更改 那日期 意思就是 只要你那個 流量 只要你那幾篇文章的 質素夠好 你會看到 那幾篇文章 是特別寫長一點 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想去增加 我們叫做EAT 就是一個Expert 一個Authroity 以及Trust Worth It 就是你的內容 究竟可不可信 以及會不會有Backlink 那些東西 Backlink是另一件事 因為我的東西很可信 所以我的朋友 會Backlink 由於內容可信 亦都有找一些外面的朋友 去提供一些資料 所以增加了可信度 內容的認受性 所以你看到 就是半年前 放在這裏 到現在的時候 他都可以一路 自己的排名去提升 我都相信 五月的時候 會被四月的SEO流量 只會越來越多流量 只會越來越多流量 那幾篇文章 除非是價值不高 或是國旗 我再看 我用到Google Search Console 可以按它去看看 在上三個月的Figures 你會看到 那條Curve 我只是出了一個印象 你看到 那條Curve 是由 它有些時間會多些少些 但你會看到 那個趨勢是一路向上的 所以當它一路向上的時候 其實越來越多關鍵字 可以搜尋到 排名又越來越高 從而 那個Clicks 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也打破了一些 人的想法 就是 要經常去加很多新的內容 其實就不用的 反而 我的一些文章 譬如 那時候 在11月的這篇文章 是講一些免費流量的 你看到我這裡有九種方法去打一些免費流量 我開頭寫的時候 是大概寫了四種 我先出了街 一整個星期之後 又多寫三種 又多寫三種 那 整個文章 是寫了三次 才寫到一篇 現在大概是有 看看幾個文字 有五千八百字的文章 那 一次過當然寫不到五千八百字 那所以為什麼呢 一些文章 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由頭寫那篇 那篇文章 因為如果你這一次寫了一篇一千字 下一次要比上一次寫得好的 即是你要寫超過一千字 那就越來越辛苦 那何不 是將 本身已經寫得不錯的內容 去將它變長一點 再在內容的結構上面 去提升 從而令到 那個搜尋器 會容易找到你的關鍵字 這一個小小的研究 小小的研究 小小的研究 半年前 就放了一些資料 然後去試 那 如果你對於 SEO 或者內容的策略 上面的框架 上面 如何去做 可以令到 你都得到這個 結果 就是內容做一次 但那個流量 就一直這樣來呢 那你可以留言給我的 如果你都喜歡看我的 那 歡迎你去Like 那些東西 還有可以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多謝